來到我夢 喂 又來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他 新鮮滾熱辣 真骨雕無面超人的 Wildman 前面 旁邊 後面 馬上事不宜遲 馬上開來見大家 OK 開出來 讓大家看一看他的樣子 都是像 那時劇時的樣子 先看一看 前面 旁邊 後面 他的絲巾 好像V3 都是用布的材質 然後裏面加一條鐵線 那溫馨提示 再提提大家 他的角 記得小心點玩 因為很幼 跌到地上 或者不小心 撞到都很容易斷 記得小心點 那 和大家玩一下可動 頭先 頭轉那些 可以的 夠角度 左右咬 前後 可以 他的頸巾 可以轉到 這些地方都可以被你屈 的 隻手平舉 老鼠仔 可以轉的 這裡可以接到 那麼多 拳頭轉 輕微動的那些 OK的 沒有問題的 至於身體 身體 左右咬 前後 蹲 隻腳平踢 前後踢 這個位置也可以轉 這裡可以接到 腳板前後 左右 腳尖 左右 鞋底都做了些紋理 挺正的 那麼他有可動呢 大致上就這麼多了 那我們馬上看看 那些配件先 OK 那配件呢 就這麼多 手型方面 二四六 有六隻手 全程左右手各一 那麼這一隻先 駕駛武器用的手 或者你可以拿回來駕駛電單車用的 之後這個 造型手 接著就是這個 攤手 好 那也都給你一個 後臂的觸覺 給你 又是怕你可能跌了 或者整斷 那 希望大家用不著 那 之後 有他的武器 他的工具 那 有這個先 他的流星鎚 也有做一點輕微的舊化 是很少很少的 那就可以給你 換回來玩 那 之後這個 哇 這個非常恐怖 看看 血跡斑斑 看看這個 之後 就常見這個 整顆花生 那樣 都是有少少舊化 在勾那裡 很少的 那 最後就是這個 不用多想 沒有鐵線 真的給你一條繩子 你看 軟爛爛的 那 也是在勾這個位置 都是做少少舊化的 那 配件大致上 就這麼多了 我們馬上 又是找找他 放一些姿勢 拍一拍照給大家 看一看 今次這隻四哥 給我的感覺 超級不愉快 這隻手 換了兩次 裡面就斷了 那 造型 我覺得OK 但是 以真骨雕的技術來算 這隻真是抵鬧 那 今集呢 大致上 就差不多了 麻煩 各位呢 如果是喜歡小弟拍的影片 希望可以幫我按個like 訂閱 分享 還有按下的小鈴鐺 麻煩了 另外我還有開了一個Instagram 有空大家可以去交流一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